领袖逼宫,老将被卖,十二加六抗勇神将想走,五关豪门一夜崩塌。 马斯最近成为了全美最动荡的球队,伦纳德的决裂已经让他们焦头烂撸了,盛程还得想办法处理大家索尔的合同,现在又有人想要离开。 NBA权威记者Chris Hines的消息,马斯球员鲁迪,盖一正式拒绝了下赛季执行合同选项,他将成为自由球员,很可能也要告别盛程了。 或许是看到了马斯队内的闹剧,盖一早早就拒绝了883万的合同选项,去年他以两年1700万的身价加盟马斯,现在明显不想在这里打了。 盖一本赛季场,11.5分5点1反1.3柱,单场拿下过22分404柱三段,季后赛场均12加6加2,是非常可靠并且强硬的球员。 现在连他也要离开马斯了,确实盖一的表现值得至少千万年薪,另外如果想征冠,马斯也毫无机会。 相比之下,勇士、火箭这些拥有中产的球队很值得他考虑,如果确实一心征冠,这都是不错的选择。